是Jasmine 我現在十一歲 那我還是可以纏紙塔 I don't mind 我可以啊 你不 mind 我的天啊 這個嗎 這樣哪開 你看它那麼扭的 寶貝 你先出來 媽媽 我覺得是上天送給我的禮物 I love you 對 因為她當演員當太久 已經開始有一點精神到我了 不只幼稚還有精神病 其實那個腳受傷的 今天有來到我們現場 就是我們的 你不要 妳Jasmine跟阿瑪 瑪亦凡姐 嗨 為什麼妳腳受 對 腳受傷 為什麼 她真的扭到 我體育課辦到了 Jasmine 妳要不要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Jasmine 我現在十一歲 才十一 她跟Jasmine還有剝一下頭髮 這是我們從門到後出來的來賓 才會有的動作 莎莎 妳說莎莎 妳說妳幾歲 我比她再一歲 妳十歲 妳十一 妳 What the hell 所以再一年就會長大了嗎 瞬間耶 妳現在幾年級 我現在四年級 我六年級 聊起來 那兩歲啦 可是妳為什麼那麼成熟啊 我覺得她這兩年突然變這樣 妳是讀雙語班嗎 國際學校 國際學校 我覺得應該是同學 像歐美的感覺 還是會有看什麼影集 學校吧 我覺得學校 學校的同學為競爭得很激烈 是關於哪一些事情 穿機跟衣服 有兩年級 這怎麼這樣 是要穿得很好看 還是身上的衣服很貴 兩個都有 有不一樣的 對不對 要比貴對不對 十一歲比貴 可是 比那個小就比貴了 不是十一歲開始比貴 他們是差不多四年級吧 四五年級 什麼算貴 什麼東西 什麼衣服是 牌子是你們的 名牌 名牌 什麼是名牌 所以妳可以講出多少個名牌 Off-White Gucci Louis Vuitton Chanel 妳剛剛突然變哪一個人 為什麼 為什麼 他可以押第一聲 你 好聽喔 好聽喔 Oh my God 他去第一年的時候 他就說媽媽 我們有一個同學 他去那個咖啡廳 都會帶個小包包 然後我不知道他裡面裝什麼 他就是這樣拎著去吃飯 然後拎著去上學跑班 過一兩年之後 他就知道那包包是什麼 就是 所以亦凡 妳可以接受女兒突然長這麼大 然後吸收到這麼多 我覺得年紀不需要吃到吃 他有點讓我不知所措 就是一瞬間變態 就是太快 對 太快了 所以我說妳可以長慢一點 因為他一直都很成熟 可是是這兩年的那個 就是變成一個大人了 整個形狀 因為他現在就像一個 十六歲的青少年 對 高中的感覺 他一直想要展示高飛離開我 我說妳應該擺脫不了我 所以妳以前想要 Jasmine妳以前 想要纏著媽媽是不是 妳年紀小的時候 大概幾歲的時候 從小到大的 但我還是可以纏著她 I don't mind 你不可以 我的天啊 她的談吐的姿勵 非常美式 我也是 對 她只有十六歲 來吧 妳最好不要在她面前講英文 可是妳確定我可以纏著妳嗎 因為之前我就說 以後妳上大學 如果去國外媽媽 會跟妳念同一所學校的 老人學院 就是 就是我會跟妳家 同個迎新舞會 她已經 然後我會去跟妳同一間宿舍 妳也不用抽了 真的就是媽媽 她的很過分 這很恐怖耶 然後就兩年後 她變這樣之後 我就還是會聊說 那妳要讀哪一間 我要查查看 那一間有沒有那個老人學院 我那一間部 然後她就說 她就開始改口了 因為以前她比較黏舞 她就說 媽媽 我覺得妳可以來 但是一定要同一間 我要同一間吧 住進就好 我就說 收好的舞會呢 收好的宿舍 舞會妳參加 舞會 我要參加 舞要跳 妳太厲害喔 妳為什麼要跟她一起啊 妳會害她被同一間宿舍 會 我是一個害她 我不會 妳會 妳跟我說會 真的會 Jasmine 我也 莎莎也說會 我支持妳 真的會 我現在 莎莎太老實了 我們現在已經都會了 真的喔 已經都會了 我們還沒有 一個階段就是 如果你還跟爸媽太接近 被同一間宿舍看到 妳去學校就是很麻煩 那Jasmine 妳看她現在 感覺很像高中生 她才六年級耶 所以六年級 妳又會覺得 不想要讓同學看到 妳跟媽媽太親密嗎 我們學校不會怎樣 我們學校不可以 所以反而妳跟媽媽 手勾手在一起 他們不會笑說 妳是媽寶 不會 所以妳現在還願意跟媽媽 手牽手去逛街嗎 這個 這個很帥 我只在美劇看過耶 但是妳同學有覺得 害我拍台式 妳同學有覺得 妳媽媽是明星很酷嗎 嗯 有 所以妳媽媽有去 妳們學校展示什麼事情 讓妳很有面子嗎 我們學校沒有什麼活動 有什麼嗎 Spring Fair Spring Fair 對 但妳們有跳舞 妳剛剛說媽媽去學校沒跳舞 是妳們平常會一起跳舞嗎 嗯 媽媽是不是有帶她去韓國 我帶她去One Million 就是那個 很多藝人去的那個舞蹈學院 本來想說讓她見識一下 結果沒想到 她跟得上了 我有嚇到 因為那邊的學生 都跟老師一樣的厲害 有妳們一起跳舞的影片嗎 有耶 我們拍很多 因為我們有開舞蹈教室 好 這是在家裡的啦 其實她教我 真的看不出來哪一個媽媽 對 前面是我 後面是媽媽 這個 很像姊妹 後面是爸爸 後面是老婆媽 為什麼後面有一個 紅色衣服 爸爸 爸爸 爸爸在家晃來晃去是什麼意思 因為每次我們就說 全家一起拍 比如說這次好像是過年 然後她說我不要啦 那種就是你們在玩 年輕人在玩我不要 就她都會自己就是加戲 她就從後面太空漫步 默默入鏡 她是有太空漫步嗎 她太空漫步 怎麼還有別人更厲害的是不是 這很遠 覺得很秀 這感覺妳比較小耶 大哥 我跟她一樣的 這也是她教我的 好棒 Jasmine真的還會跳耶 妳跳得很好耶 這應該是我比她小的時候耶 九歲的時候 那時候九歲了 所以Jasmine現在應該更厲害了吧 有感覺耶 妳看她九歲到十一歲 是不是差很多 對 那時候還是覺得是孩童 小朋友 那時候 Jasmine妳 妳是天真的舞者耶 謝謝 妳有勇氣 現場來一段嗎 我可以試試 OK 好 這個嗎 太好了 你看那扭的 說來就來 好有味道喔 我的天啊 太好吃了 他真的有新的一局 好厲害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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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啊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在裡面有一些家庭 甚至沒有小孩 但是你們能想像 家裡如果有三個小孩以上 會是什麼樣子呢 我的天啊 我根本不敢想 不是 你不用想 因為 沒有 你說三個以上 那我現在是三個已經緊繃了 緊繃了 沒辦法再多 非常緊繃了 但三個的時候是 你原本就預計好要三個嗎 當初 其實本來是就是覺得要兩個 然後後來就是過一陣子 就很輕鬆的生活 跟小孩也相處得不錯 然後又跟老公又 差點講成老師 我有聽到 然後你去教什麼 不要找這些 吃點小玩的小兒戲 分在檯面來講 可能剛好那天晚上 他在當老師 體育老師 體育老師 體育 老公 又跟老公又在那邊 就是吃美食喝酒 然後回家又你知道 然後就又懷了 很輕鬆的 太輕鬆 太放鬆了 所以原本是預計二 但是最後三 但是因為現在徐老師 當然都很愛看我們的節目 是 所以寶貝 你先出來 媽媽 我覺得是上天送給我的禮物 我愛你 因為她現在都 現在不能講話 不能 不能 嗨 徐老師 嗨 媽媽愛你喔 永遠 我跟妳媽媽一起工作 愛你萬年 因為你知道 你們有沒有這個經驗 就是比如說你真的很想要 好好地跟我姐 去喝一杯紅酒 然後我們就只好 找拿一個攤子的老師 看起來比較好 然後就有 譬如找到一個手作黏土的 然後他就讓你選點數 然後他就說 媽媽你放心 小孩在我這邊 我會幫你顧得好好的喔 然後 對 好好吃 他就讓他們就選點數 然後就發現 他就打電話說 媽媽他已經做好了 我說 怎麼那麼快 我才算兩杯 我說那 再讓他們選一些點數好了 然後就越選越多 他說 媽媽那要不要推薦妳 就買那個 一次 對 大量課程 然後我到後來小孩 成長大概譬如說 三年都混在那邊 十幾二十萬 對 那一儲值 那一儲值就要上萬塊 動就上萬塊 而且他們每次 只要坐在那邊 就開始起跳 對 就跟坐計程車一樣 你上車他就開始跳表 對 然後我老公就會說 不要再讓他們 去做這些東西了 然後我想說 大家都是一樣的 所以有那種透明的 那個史萊姆那一種 好可怕 不行 我自己都好想玩喔 史萊姆不能 我多想玩 那很可怕 史萊姆就在桌上 Oh my God 真的 衣服啦 頭髮啦 當時有沒有他洗頭 會在地上清 好久 那就可以哪一個 哪一個朋友來我家 只要送史萊姆 他從此就不能再來玩 他就死定了 對 還有送蠟筆 不行 然後還有送那個什麼 自己組裝小豬豬啊 做耳環啊 然後他們都會很興奮 然後一打開就 對 然後他就第一次 住就散買地 他們就開始大哭 然後我就要一直在那邊撿 然後我就想說 聽上吧 對 我女兒小時候 還在那個雷尼狗的年代 然後西元就買了一個 那個冰雪奇緣那個 藍色衣服的那個女的 然後有翅膀 Elsa 對 都忘了什麼名字 然後他就送他說 這個是會飛的喔 然後我說真的還假的 然後他就說 你回去裝電池 然後他就會飛 然後我女兒就說 媽媽 你裝電池 我要看他飛 然後我就裝電池 然後就按 然後我就說 他不會飛 他說 我說 我覺得你知道 我說真的不會啊 真的不會啊 然後後來那個 等到我姐到我們家吃飯的時候 他就說 你那個Elsa 有讓他飛起來嗎 我說你不要再跟我提這個真事 他根本就是一個 不會飛的Elsa 他說不可能 然後就拿那個磚子 在那邊 然後那邊再重組 然後就按他說 夾屎了 快掉的意思 對啊 氣死了 要這樣弄你 因為我之前不是常常講 許老三壞話嗎 可是後來他有一次就 因為他平常就是真的 聲音很多 然後都很刺耳 我常常跟他就吵到不行 然後那天他就說 媽媽會有點不舒服 然後我就想說 然後就說 那你趕快那個不要喜歡喝 就躺著睡覺 然後他過一陣子的時候 我去摸他 我就 嚇到 如同那個炭火一樣 對 然後我就趕快拿那個耳溫槍 然後一量 然後你看 四十一點九 太高了吧 十一點 太高了吧 因為我以前頂多就是 三十八年 三十九 所以他已經下昏了 對 四十一點九 我就 然後打那頭 我跟公公說 不不不不不 因為我公公是醫生 然後我說 他四十一天就 你去我怎麼辦 然後他說家裡有藥什麼事 先退燒什麼的 然後我就進去 然後我老公說 別別 他現在就是 你要跟他有隔離 我說他才幾歲 你要我讓他一個人放在房間 怎麼可能啊 然後我就這樣 一直幫他按腳 然後就一邊 我還戴著口罩一邊按 然後就一邊就想說 媽媽以前一邊哭就是這樣 然後按很久 很久之後他說 媽媽 我就想說他是不是要說 謝謝你 對 然後他說 媽媽 他的頭還滿清晰的 OK耶 他說八道是頭 他滿清晰的 那他們就可以直接 按按我腳 對 然後我就說 對不起 我就按他頭 然後一邊按一邊哭 什麼的 真的 然後我老公還說 貝貝你記得要洗手 什麼什麼 然後我就說 你 你為什麼是 你為什麼這麼語氣 我說你這部有多心疼 你這部有多燙 感覺好像死掉 不過他竟然三天就好了 我本來想說 好了很棒 我本來想說好心疼 然後說希望你趕快健康起來 結果有沒有想到 第三女的怨還真靈 他三天也好了 他說 媽媽 你要不要做飯給我吃 我說 你好了嗎 他說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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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他沒有變得比較感謝你嗎 他沒有變得比較感謝你嗎 沒有 我說 那有Uber In的 他說 拜託 我之前確診你還給我吃Uber In 把娘做營養的東西給我吃好不好 他真的很清楚 然後有時候對我很沒禮貌 然後我老公會說 寶貝 你知道你當時確診的時候 是媽媽一個人進去 在房間陪著你 對啊 然後他就說 她是我媽 不然呢 不是 好狠喔 好氣 好氣喔 說得某有道理 但是也有道理 對啊 我真的還好氣 問題是我就想說 他什麼都沒有感謝 他沒有說謝謝媽媽 至少感謝一下嘛 這樣看腳喔 就那三天就 很快就好了 就突然就好了 對 真的是這樣 我覺得你剛剛講的那個情形 在我們家其實一直都在發生 你剛剛有講說 有沒有母女同時愛上一個偶像 有 對 可是我覺得 我不允許他愛上我的偶像 那是我唯一的男人 你跟我想一下嗎 誰 你跟我說誰 老公啊 謝謝 我不會想你吧 我會幫你老公做面子 真的嗎 要不要這樣 會這樣嗎 沒有 沒有 我真的發誓 我跟你說 我跟我老公 你這樣把我們陷害得很深耶 對啊 是不是 他可能大家都聽你完了 然後我家不老公 你怎麼經濟那麼重啊 你 你怎麼反應是我 難怪你都演壞女人 天啊 真的 我跟你說 因為我們已婚的女性 在我而言是 我的就是工作家裡 工作家裡 那我認識我老公 是從還不到三十歲 到現在他已經五十幾歲 他有他每個階段的 照理說已經就是沒感覺了 會啊 我知道 他都是 他每個階段的美 他每個階段的美 你知道 S 他已經二十幾歲了 他到今天 早上 還是睡在我們兩個中間 跑不跑人宴 跑不跑人宴 是不是該公審 十幾歲睡爸爸媽媽中間 對 認真 S 你不要講 睡在你們兩個中間 總比你老公去睡他房間好了 是啊 沒有 我公有到會跑進他房間 跟他睡耶 真的假的 還在玩笑啊 我去開玩笑 我們出國四人房嘛 我兒子跟女兒 我們永遠睡覺是 爸爸跟女兒睡 媽媽跟兒子睡 可是通常好像都這樣子啊 沒錯的吧 可是兩個都這麼大咧 這麼大真的 對不對 我兒子十三 可是問題身高一百八幾 對不對 體重一百公斤 我要跟他睡 姐姐不是跟他睡 沒錯 不想應該弟弟睡啊 爸爸也不要 爸爸也不要跟他睡 然後爸爸就一定要跟女兒睡 我就跟兒子睡 可是我不懂你 為什麼那麼大 還硬要塞在爸媽中間 對 我跟你講 那個什麼有的時候開冷氣的時候 他們就為了省電水 大家就會擠在一起 然後爸爸就是拿來做間隔板的 然後我就會說 那如果妳硬要睡我們中間 我覺得爸爸睡中間 這樣公平嘛 然後爸爸就說 我睡在中間會不好翻身啊 是爸爸堅持這樣子 然後爸爸就去睡那邊 然後我就永遠要抱著枕頭 朝另外一邊睡 我不是沒有老公耶 不是 我跟你講 不是 我跟你講 對 我愛我 媽媽 妳很 妳是真愛 我相信她的朋友 她討厭我的事 如果我跟她睡覺 把她這樣碰到她沒關係 我只要一不小心 一碰到她就這樣 這不是真的假的 真的 這個動作應該是老公來碰我 為什麼她要碰我 對 對啊 你可以去睡妳床上啊 那碰的人就不會是妳了 是妳要好道歉 我們只是想看一下 我都給我們撿來的 好嗎 不快 所以真的討厭自己女兒 我就告訴妳 如果說 如果說她 我們兩個還沒睡覺 稍微聊天聊一下的時候 她 那我可能有時候 因為工作情緒什麼 我稍微抱怨一下爸爸 然後我就說 妳把她討厭 那個什麼什麼 就嚇嚇一下 她就說 對啊 我也覺得妳很奇怪 又醜 又老臉 又油 妳又不喜歡她 然後她就一直講講講 我就覺得 妳給我起來 妳嫌我的男人到哪裡 我就覺得她是個寶 妳憑什麼這樣子嫌棄她 她是我的耶 我也這樣講 然後女人是前世情人 妳上輩子擁有她 這輩子是我的 妳憑什麼 逼她我的男人 這真的很可惡 不是 因為妳有上輩子 因為妳有上輩子 你們結婚多久了 我真的第一次 我三十 三十年 然後妳現在還這麼愛她 當然 是我唯一的 而且我們出去外面 人家就是看到 我們講長得很像 然後可是知道人家 走到不免俗會說什麼 又能姐 妳女兒 就是也比妳漂亮之類 就是有人會講這種話 然後永遠 大家應該認識她 很多聽說她就會說 男友 你看清楚 我長得比她漂亮 妳跟我們說 就是有一個男人 太幼稚了 比方說去吃飯好了 停車場 車停好 那我就是一家這樣走 那我一定就會走過去牽爸爸 然後他也會 那爸爸就是左邊一個 右邊一個 他就一定要把爸爸所推掉 不能搭我的肩 然後永遠 而且要是妳講話 我不要 我不會這樣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以為 我不會這樣 小劇場 根本就不會這樣 妳敢推 不敢承認 我沒有 妳敢推 我真的要扣 等一下 妳是個女兒嗎 先去了 對 因為她當演員當太久 已經開始有一點精神 對 對 因為妳沒有換一下 她真的 她跟爸爸演太多了 她跟爸爸已經是很閨蜜的閨蜜 很多事情她會跟爸爸講 然後我是輾轉從爸爸那時候 她會知道 因為我跟爸爸很像朋友 然後我在問她的時候 她就說 對啊 我有跟爸爸講 我說這種事情 妳為什麼會不跟我講 她說 妳是... 然後就說什麼 我會歇事底底 我會怎麼大叫 會 妳會啊 妳會啊 妳是機會 不是 妳現在就這樣了 是有些事情我們就 蛤 當然會有反應啊 可是妳跟爸爸 就是因為演戲太誇張 蛤 不會這樣 對啊 我已經是妳知道了 她一定給妳的告訴我才對吧 對 真的 真的 就是這樣 妳沒告訴我 好嚇 然後就開始要哭了 要哭了 我們又要回來了 但是爸爸是一家之主 他也要撐著 其實爸爸試一下也是很緊張啊 但我就會直覺反應告訴她 說妳應該怎麼樣 女生什麼什麼什麼 我就會去跟她講 因為女生跟女生 有些話就可以直接 像我們去打那個 子宮頸疫苗的時候 我就告訴她說 為什麼我要妳先打 不是我先打 我就去跟她講這個原因 當妳交男朋友的時候 一定我是最後一個知道 女其如此 我先把防範做好 我就分析給她聽 她就說然後咧 可是妳為什麼覺得 她交男朋友 妳就會最後一個知道 因為她真的很嚴格啊 整個就是 她真的很嚴格 而且 不是 她有門禁 對 她告訴我 現在都幾歲了 她之前還有門禁 我說妳要不要來 對不起 她家住永和 我家也住永和 我說那妳女兒可以來我家 跟我女兒一起嗎 就姐姐 我女兒很喜歡她 很喜歡幫她一起 不行 妳又不能隨便去人家家 而且也不可以住在人家家 女生家 她到現在還是一樣 而且我還跟她是好朋友 到現在還是一樣啊 妳又不能來 我們不會讓她在外面啊 對 可是去她家鬆手 不行嗎 去她家玩可以啊 可是因為我們剛剛錄完影 可能已經九十點 我說那就來聊一下嘛 那甚至晚上就睡一下 就睡一下 而且妳 她也知道 妳們在附近了 對嘛 我們現在 而且在台北 就只有我跟我女兒兩個人 我都跟她講 不行 就是不行 所以她女兒只會讓她知道 等一下 我再確保一下 芳希妳是獨生女嗎 我不是 對啊 只有一個女兒 還有哥哥一個弟弟 一個哥哥一個弟弟 還好有兄弟姐妹 還有兄弟姐妹 對 所以哥哥也會被你媽這樣攻擊嗎 會 而且我媽媽還會情樂 她會就是她現在可能 有些事情要找我哥 她不管我哥在哪裡 打電話 電話拿起來是 妳現在馬上給我回來 不管我哥現在在台中 在彰化 在哪邊 她就說妳現在馬上給我回來 要幹嘛 可能只是要去幫她拿個東西 還是什麼之類的 就是她說妳現在馬上給我回來 可是她如果說 我在彰化不方便 她就會把電話掛掉之後 然後媽媽就會傳一長傳訊息 說 妳現在大尾了 不相信 妳要大尾了 妳這樣子以後 無法依靠妳 一本 真的有不足 就像妳快發生的事 因為我老公生病 然後要拿藥 可是我已經急著要出門 我要錄影 然後他也剛好在家 他沒有辦法出門 然後我就說 那哥哥妳現在在哪裡 他說我現在在陽明山 我說妳幾點可以回來 那時候快八點 我說妳可以九點半以前 回到永和嗎 他說幹嘛 我說妳在九點半打陽之前 去幫爸爸拿藥 因為我已經跟醫生講好了 然後他就說不行...怎樣 然後我就說好 算了 不用... 他就說那個叫什麼東西的 去拿 對... 拉拉木 對 我說那是什麼東西 他說那個比較快 我說是妳爸 不是妳兒子 妳是隨便叫一個人去拿 妳是不是拿了藥 妳還要控制 讓人家知道妳是 對 妳是誰誰的兒子 那個藥沒錯 那個拉拉木 他管妳那麼多的 名字隨便講 搞不好不對啦 因為爸爸腳受傷 然後結果媽就覺得 因為他也覺得晚上 他覺得我不要出門 他覺得哥哥在外面 不然哥哥在外面 他覺得反正哥哥就是在外面 他就是要把他扣回來 然後後來就是 哥哥就真的 哥哥那天其實是在陽明山上 然後其實回來 其實我覺得診所差不多都打烊 然後哥哥就說 那好了...沒有 現在算了 我現在就是衝下來這樣子 結果衝下來之後 因為爸爸覺得說 媽媽這樣子 把哥哥硬扣回來不太好 然後就說不要 結果後來 哥哥都已經衝下來 後來媽媽就說 那算了不用了 就整個是很... 就是我今天很生氣 對... 就是後來就下山 因為爸爸就說 那算了 那他隔天再自己去拿藥 就是沒有必要應急這樣 可是馬上就覺得說 所以說沒有嚴重到說 一定要現在是擦藥 對 可是沒有 他因為痛風發作 其實是很不舒服的嘛 可是我已經急著要進棚露營了 我沒有辦法去 那我覺得自己有兒子 然後兒子不能去完成這件事情 很不該啊 那我們今天要那個 很艱難地選出一位 好好思考 最幼稚的媽媽 我想我們就一 二 三 一起講好了好不好 好... 一 二 三 好難... 我們就不幼稚吧 沒有 妳超幼稚的 我跟你講 妳是老公 這段就報幼稚了 妳不只幼稚 她有精神病 還有那個人格分裂 然後還有活在那個劇集裡面 對 劇集裡面 對 劇集裡面 整個人是好複雜 好多元喔 不是很單純 我的思維就是 就一個方向而已 就是愛老公 對 我覺得你女兒 跟妳在一起應該要 我要教妳唱一首歌 妳比較會心平氣和 就妳媽如果再發神經的話 妳就唱 不要生氣 不要生氣 生氣給魔鬼 劉地步